請大家把救生衣穿起來喔 別急別急,救生衣一人一套 船長一聲下令,準備出發 白色船身,黑色船底,隨著海浪律動 乘風破浪,前往即往外海 方舟一號,六月起航 正式肩負起,東北角海洋教育任務 它其實小小的一群一群很快要游過去了 現在又比較深了 所以有點考驗一下大家的眼力 透過船艙內的海底濕窗 海底下數十種珊瑚 各種魚類都可以看得到 甚至運氣好,還可以與海龜相見 熱帶魚還有海龜 我覺得我們台灣是海洋國家 國民從小應該有多接觸海洋 就是小孩子來講的話就是說 平常你如果說去水族館的話 只是看在漁港裡面的 跟在船上來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像綠島的話也有這種的船 那時候就不用跑綠島跟那個小琉球了 我們一出去的時候 因為旺海上的漁港 它的水深比較淺 大概四五米 那我們其實在礁岩上 可以觀察到很多的海洋生物 像是銀紅雀雕,河豚 甚至還有一些珊瑚,海參,海膽等等的 那就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會主要是以觀景窗來觀察海底的生態 超近方舟一號,長12.8公尺 寬3.6公尺,水下能見度6公尺 歷經10個小時,從高雄開船到基隆 由於船三彩玻璃纖維來減輕船舶的重量 那其實這艘泰索船 我們是用跟美國合作 S-CLIMP最新的技術 那它這個技術到底用在這艘船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它強度增加 第二個它重量減輕 然後所以它這艘船是很節能的 那除此之外 這一艘船的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能夠帶領我們所有的民眾 能夠在我們的富裕海灣 進行大概6公尺以內的這個潛水 看到這樣一個潛水的一個生態 那盡由這個親自的觀察 那以及做這個海水的一個收集 那除了我們在講中生教育 可以用這個觀察教育這邊去落實之外 也把這個數據的收集 跟國際的NOVA跟這個 國際的所有海後的這些氣候 能夠接軌 方舟一號是台灣博館界 特別量身打造一艘研究船之外 由一位年僅24歲的女船長 簡如婷親自掌舵 曾經服務於海軍志願役四年 如今退伍之後 投入海洋教育志業 我熱愛海洋 那海洋也是我的一個夢想 那我自己就是對海洋有了很大的憧憬這樣 也希望我自己能用自己的畢生 就是熱愛海洋 然後去保護海洋這樣子 當遊客看到很清澈的海底 或是這些海洋支援的時候 他們很開心 那我看到他們的快樂 我就會覺得說我自己一定要把船開得更好 每天只有四個航次 船上都有配偶導覽員 方舟一號不只是研究船 它還肩負了海洋教育更深遠的意義 我們一般都從路上看海上 比較少從海上看路上 那從這個海上看路上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區域的前世今生 因為它一開始原本是很漂亮的江原海岸 那後來蓋了垃圾掩埋場跟水飛處理場 後來又變成是一個很漂亮的公園 那這其實一整個演變的過程 其實就是我們人跟海洋互動的過程 我們喜歡海洋想要親親海洋 但是我們對海洋又有很多的畏懼 很多的可能不是這麼好的利用方式 所以你會看到垃圾掩埋場的遺跡 看到很多的消破塊 朝進方舟一號正式起航 不僅帶遊客開心出航 將為台灣海洋立國 落實真正的海洋教育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